6月22日是周星驰的60岁生日 这个用电影用欢笑陪伴了我们青春的男人 不知不觉已是花甲之年 在电影史上 周星驰创造了无数次票房神话 对中国的喜剧电影奠定了里程碑的意义 但当初的周星驰却遭到了香港大佬向华强的封杀 向太还公开炮轰周星驰忘恩负义 但即便如此 周星驰也丝毫不畏惧 这不禁让人猜测他背后的靠山到底有多硬 那么周星驰背后靠山到底是谁 竟会使得向华强夫妇被迫求和 这里是闲鱼记 本期视频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向华强和周星驰的恩怨纠葛 都说一年一影帝 百年周星驰 但周星驰的成功实际上离不开李修贤的帮助 1988年 李修贤已经是香港娱乐圈响当当的一号人物 而周星驰只是电台里默默无闻的主持人 机缘巧合之下 李修贤发现了周星驰的潜力 邀请他出演了电影《霹雳先锋》 凭借该电影 周星驰首次获得金马奖 最佳男配角 让更多人认识了他 所以 说李修贤是周星驰的博乐一点也不过分 周星驰出名了 红遍两岸三地 全香港都在联系他 想要请他拍电影 有人甚至豪志千万 只求周星驰演一部电影 其中就包括向华强的永胜电影公司 然而 周星驰念及李修贤的提拔之恩 始终没有答应其他公司的邀请 只是向华强怎会放弃这棵摇钱树 于是 他花了大价钱向李修贤要人 李修贤虽然万分不舍周星驰 但是碍于向华强的面子 他最终只能亲自替周星驰签约永胜 而这也成为了周星驰和向华强恩恩怨怨的开始 对于周星驰的到来 向华强自然是笑开了花 他本来就十分欣赏周星驰的才华 于是就把全部的资源都倾斜向了周星驰 剧本任他选 演员任他挑 周星驰可谓如鱼得水 而他也不负众望 成为了永胜的摇钱树 之后 周星驰无厉头喜剧正式成型 强势压缩成龙和周润发的市场 进入双周一成时代 1992年 新爷更是独占熬头 一人包揽了香港票房的前五名 也被称为周星驰年 但是周星驰和向华强的矛盾 也随着名气和利益的增长日益加重 向华强性格强势非常专横 周星驰的孤僻又是出了名的 渐渐的 两人的想法产生了分歧 再加上此时的周星驰已经位列一线 可是永胜分给他的片酬却还是那么多 如此风光无限的新爷 当然不会甘心 于是在合约到期时 周星驰毅然决然地提出了解约 要自己单干 况且经过这么多年的打拼 周星驰坚信自己已经具备了成为一名导演的资格 而且他也想拍一些真正有意义的 自己喜欢的电影 向华强眼看摇钱树要走 自然不肯罢休 然而人各有志不能强留 但是明着不能应来 暗处却可以十点半子 于是向华强用自己的人脉和关系 对周星驰进行打压 这才有了向周几十年的恩怨纠葛 为了打压周星驰 向华强更是放下狠话 谁敢帮周星驰 那就适合向家作对 因此 周星驰的导演之路走得异常艰难 在香港 得罪了向华强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当时周星驰正在筹拍电影《少林足球》 差点因为资金问题拍摄不了 好在向华强的势力还没到只手遮天的地步 关键时刻 环宇集团林小明夫妇赏识周星驰的才华 便投资拍摄了周星驰的《少林足球》 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大获成功 周星驰也因此斩获了最佳男主角奖 最佳导演奖 还打开了内陆市场 难怪后来洪金宝感慨 香港演员只有周星驰在向华强的面前活出了尊严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周星驰和向华强表面上看起来是井水不犯河水 背后里却是暗中较量 而两人真正撕破脸要追溯到2014年 那一年网上突然出现了一篇《为什么这么多人黑周星驰》的文章 这篇文章洋洋洒洒五万字 内容从周星驰小时候的经历 到他演艺录上遇到的各种遭遇写得清清楚楚 其中重点描写了周星驰在李修贤公司和永胜受到的各种压榨 文章中写了很多周星驰跟向家的事情 还提及了向华强借着帮会背景欺压周星驰的事情 而当时的向家早已成为了合法的公民 正经的商人 陈兰和向华强也一直在努力地塑造形象 随着阅读量和讨论度的增加 周星驰和向华强的恩怨又被重启 这篇文章让众多周星驰的粉丝悲愤交加 把矛头直指欺负自己偶像的向家 而向太陈兰当然是不能容忍刻意抹黑向家的言论 很快他就站出来为丈夫讨要公道了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他公开质问这篇文章是不是周星驰写的 还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炮轰周星驰五大罪状 要求周星驰十天内出面解释 这篇点击量上百万的文章 究竟是狂热粉丝落笔 还是周幕后团队所为 尚没有定论 而周星驰方面也为就此事件做出回应 一如既往保持沉默 这让周向两家彻底决裂 向家纷纷发起了岛州运动 许多和周星驰合作的演员 为了不得罪向华强 都站出来指责周星驰 就连恩师李修贤也指责他忘恩负义 但周星驰始终沉着冷静 不予理睬 他也成为了香港唯一一个 敢和向华强叫板的人 按理说 以向家的势力 想要对付周星驰并不难 然而向华强却迟迟不出手 只在网络上声讨周星驰 想必也是忌惮周星驰背后的力量 那么谁是周星驰背后的靠山 成为了众网友 急切想要探索的谜题 直到2007年 周星驰拍《长江七号》 制片栏中出现了中印集团和韩三平字样 人们才明白 周星驰在内地电影真正的靠山原来是韩三平 据传 早前周星驰在内地拍摄时 金朋友的介绍结识了韩三平 周星驰深知自己反水向华强 以后在香港肯定没有好日子过 所以他将自己的处境告知这位大佬 向来吸财的韩三平一口答应要罩着周星驰 也正是因为这个背后大佬 周星驰才会丝毫不畏惧在香港呼风唤雨的向华强 而这位业界大佬韩三平 他可不只是《长江七号》的出品人和制片人这一个身份 他还是国营企业中国电影集团的董事长 真正的影坛大佬 而中印集团是国字号开头的电影公司 也是国内唯一拥有外国影片进口的公司 在业内独占龙头 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垄断企业 2007年韩三平做到了中印集团董事长一职 换句话说 整个中国电影的生杀大权都掌握在韩三平手里 向家的电影自然也在他的管辖范围内 因此即便是强势惯了的向华强 在面对这位大佬的时候也不敢轻举妄动 而且韩三平只讲实力和质量 从来不看流量 因为他对国产电影事业的贡献 所以大家都称他为韩三爷 而韩三平在中国电影的影响力 简单的说一件事也许大家就会明白 当年拍摄《建党伟业》这部优秀的电影时 汇聚了国内非常知名非常优秀的 108位明星一起合作 这么庞大的阵容几乎全是看在韩三平的面子上 而且所有的演员全部都是零片酬出演 可见韩三平在电影界的地位 而周星驰在得知韩三平导演正在拍摄《建党伟业》时 还曾打电话询问是否有机会出演其中一个角色 让人出乎意料的是 韩三平直接拒绝了周星驰 原因是他的气质和角色并不相符 不过韩三爷虽然是拒绝了周星驰 但在周星驰的演艺道路上却多次出手相助 就是因为有了这样强大的靠山 周星驰才不惧怕向华强夫妇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认为 周星驰和向华强之间会这样僵持一辈子的时候 向华强夫妇却突然转变态度 在周星驰遇到困难时主动伸出援手 2016年周星驰和新文化公司签订对赌协议 新文化公司已超出正常股票价格40%的金额 买入周星驰的股权 周星驰则许诺四年内纯盈利不得少于10.4亿 票房总额不得低于100亿 当年星爷的一部美人鱼就收获了33.9亿票房 假如一年一部美人鱼的话 这个目标简直轻轻松松 一切看起来都是这么完美 但是现实却给了周星驰当头一棒 周星驰四年的时间只拍了两部电影 而票房成绩都未能达到预期值 2017年的西游浮魔片总票房才17亿 2019年的新喜剧之王票房更是只有6.28亿 原本2020年的春节档和暑期档 周星驰还有两大王牌电影 《美人鱼》和《功夫2》要上映 却因为疫情的原因不得不无限期延后 就这样 这两个赤巨资拍摄的王牌续集电影 也烂在了手里 而对赌协议截止期限已经到了 周星驰未能完成目标利润 需要做出8.4亿的赔偿 同时旧情人余文凤一纸诉讼 将周星驰告上了法庭 向他追讨当年的7000万佣金 当时的周星驰可谓是四面楚歌 父辈受敌 无奈之下 周星驰将自己最心爱的天比高豪宅 抵押出去 想借款周转 出人意料的是 就在周星驰经济陷入困境之际 他一直以来的死对头 向太陈兰 对记者表示 愿意在这个时候伸手帮周星驰一把 帮助他渡过这次难关 冤家遗解不遗解 相逢一笑敏恩仇 对向家来说 周星驰毕竟为向家立下过汉马功劳 而对周星驰来说 向家有知欲知恩 希望这一次向周双方能够摒弃前嫌 握手言和 乃至再次合作 共创影谈佳话 关于周星驰和向华强的恩怨纠葛 你怎么看 这里是咸鱼记 喜欢视频内容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